在這邊呢,我們要介紹 這個相機成像的原理 好,這是一個透鏡 是凸透鏡 假設我們有個物體 這個物體放在歐點的位置 在鏡前歐點的位置 然後經過透鏡成像之後呢 在這個位置 那麼,我們如果叫做 如果這個物距呢,叫做SO的話 那麼,我們叫這個相的位置呢 是在鏡後SO'的位置 好,我們現在定好兩個 初始的兩個距離 那麼,對我們的相機成像而言的話呢 我們會有個問題 我們的聚焦角是這個 我們的物體在這裡 可是這個物體前面跟後面 的景物呢,也是會發出光 比如說 物前的這個景物呢 它所發出的光 是這個點線 經過透鏡的折射之後呢 在這邊聚焦 在這邊聚焦之後呢 我們就想像 我們的底片呢,是放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的像 我們的底片就放在聚焦的這個點上面 所以底片在這個地方 那光從這邊過的話呢 會經過這個地方有一個光線從這裡打過去 所以呢,會在底片上形成一個 這個點呢,會變成一個圓 這個圓 它的直徑呢,是低 這個長度 我們把它畫在這個地方 也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底片上呢 會有一個低的一個圓圈 這個光點所發出來的點線 所在這裡形成的一個 形成的一個光的圈 那假設呢,我們可以容忍的最大的這個 光圈的這個 直徑是D的話呢 就決定了這個位置有多少 對不對 X 因為 如果我們叫這個角度是α的話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把這個 這個 D呢 跟這個X 來除的話 D除以X呢 就是我們的α D除以X TANGENα 對不起 是TANGENα 當然 這個TANGENα呢 同一個角度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也是 幾乎呢 就是這個 D D是什麼 D就是我們的物徑的大小 對不對 物徑的大小 除以我們的這個 項具 S0' 因為α呢 是從項所發出來的角度 所以是項距 這個距離呢 是S0' 所以如果把這個 除一下的話 就有這個關係 所以把這兩個 等起來的話 我們就會得到 X的長度呢 X是什麼呢 X就是 在這個 項的後方 會點這個 近前的物體呢 在這個地方 會成像 在這個地方 成像 點線在這邊 成像 這個成像的位置 跟我們的 像平面 這個是成像的平面 在這個地方的 之間的距離呢 是X的長度 OK 我們知道在 在這個物體的後面 一個距離處 所發出來的光呢 也會在這邊成像 經過透鏡 曲折成像之後 在向前 在這邊通過 所以它會在這個地方 兩個線在這邊相交 會在這邊成像 成像 但是底片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會繼續往前走 所以可以打到底片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的話呢 當然就是 它的高度呢 也是D 假設呢 我們能夠容忍的 最大的 在底片上 呈出來的這個 D呢 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是 這個 會成像 所以在O 從O點的前面 跟後面一個範圍內 所發出來的光 在底片上 慢開來的這個 這個 濕焦的情況呢 會 比較萌 但是呢 它還是看得到它 這也就是說 在 我們雖然 我們的透鏡 聚焦在這個 物體上 它的物距呢 是S0 但是在S0的前方 一段距離內 跟S0的後 後面的這個地方 都會在底片上 出現它的這個 景物 景象 是還可以容忍的 解析度的情況 因為這個 張開的角度 不是太大 這個圓圈 模糊掉的情況 不是太嚴重的時候呢 那麼 還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這就叫 我們的景深 一個相機 在底片上 出現的景深呢 就由這兩個點來決定了 所以 這兩個距離呢 分別是 在這個底片上的 往前X跟 往後X的距離內 分別對應到 這個點 跟這個點 所以我們要決定 這個點 我們叫它叫做 離透鏡的距離 叫S1 在後面這個點呢 離透鏡的距離 我們叫S2 所以我們要決定 S1跟S2 這兩個點的 距離透鏡的位置 這就是我們景深的 兩個 前跟後 這叫Meer Point 近點 這叫遠點 好 經過我們的計算之後 我們可以算出來 X呢 把這兩個等起來之後 就得出了X 是這樣子 那麼S1呢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集合原理呢 稍微 做一點 集合運算 就可以看得出來 S1的長度呢 就是這個公式所呈現的 S2呢 是這個公式所呈現的 所以 這兩個物體之間的距離 就叫景深 所以把這兩個相減 S2 減掉 S1 這兩個相減 就會得到景深 景深的公式就是這樣推出來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呢 強調一下 在底片上成像的時候呢 我們雖然聚焦在物體 是S1的位置 SO的位置 可是呢 在S1跟S2 這些近點跟遠點之間的所有景物 都會在底片上 可以看到它的像 它的像呢 還算清晰的 再遠的部分呢 就無法 在底片上出現它 比較清晰的像 這個是 這個 S1跟S2的定義 OK 我們 再 講一個例子來看 把剛剛我們說明的 加以實現 As an example Let D equal to 0.04mm A 5cm focal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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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1 1 6cm A aperture Used to focus on an object 9 feet away will focus all objects from around 5 feet to 30 feet to an acceptable degree OK 這就是一個標準的 就是根據我們剛剛所所所給定的 第一代表我们在底片上可以容忍的最高的那个鉴别度 那个宽度是0.04mm 在一个光点如果在这个底片上上开来的那个光点的大小呢 达到0.04mm以上的话就基本上就变成一个光区了 所以就不成像了 所以一定要比这个小 这是最大容忍的那个光点的宽度 由这个光点的宽度 以及我们的焦距F D跟F 还有我们的这个A呢 是这个Aperture 就是我们的这个透镜的宽度 我们就可以来计算 如果我们聚焦我们的焦物体的距离呢 物具是9尺的话 那么我们的景深呢就是5尺到30尺之间的所有的物体呢 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都可以在底片上看到它的像 这个计算的原则 这个计算的原则5呢就是从这个S1的公式得到 那30呢就是从S2的公式得到 其中呢比如说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S0 把这个我们的9尺呢先化成公分 9尺 一尺呢大约是30公分 所以9尺呢30乘以9是270公分 对不对 精确讲是275公分 所以S0乘上我们的焦距F是5公分 乘进来 再乘上5加AD A呢就是我们的透镜的这个孔镜16 这是16的这个口镜的相机 在乘上我们可以容忍的最大的光点的这个直径 0.04公分 0.04厘米 所以就变0.004公分 分母的部分呢一样是这个焦距的平方 5的平方 加上A 又是这个16 D是0.004 S0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9尺 所以带进去算出来是163.5公分 再换成尺的话呢 除以30 大概就是在5尺左右 所以大概是5尺 同样的 带到这个公式里面把这个换成负的 这个换成负的就会得到 S2 大概是30尺左右 OK 好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应用 好 那么 在我们的公式里面有一个A 这个A到底是什么呢 A呢 它就是我们 把 这个相机的焦距F除上 我们的孔镜 我们的快门打开来的时候有个直径 对不对 这个直径就是打开来的时候光可以透进来的那个直径 那个孔镜 所以把这两个相除的结果呢 我们叫做 叫做F number F number 就是焦笔 焦笔 是焦距跟孔镜的笔子 我们叫焦笔 这个A的定义是这样子 比如说呢 如果 如果焦距跟光圈的直径的笔子 是16倍的话 那我们的术语是 这个F number是16 F除以16 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个是关于在这个公式里面有个A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X呢跟这些曲有个Tangent关系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S0'可以表示成这个 我们可以把S0'表示出来 所以S1的推导里面首先我们注意到S1呢 S1就是S0' 我们首先先注意到这个S1 这边有个S0' 加X OK 这个呢是S1 S2呢是S0'解X 所以有这两个关系 然后再把S0'跟S0'之间是物据相据导数 相加等于焦距分之一 这个可以让我们就是S0'可以表示成这个 然后再把这些呢带到我们的公式里面去 带到这公式里面来 把X呢用这个带换一下 最后你可以推出这两个公式 这是附带的让同学们知道这两个公式是怎么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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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